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来的第一个礼拜 感觉真的非常感恩 因为有教会对我们的接纳 一起来的支持带导 而且来到当中也真的每一个接触到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都非常的关爱 非常的真的感受到神主里面的爱心 让我们非常感动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敬拜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在一个敬拜的里面了 因为我们在南非 我们没有太多同工 每一个礼拜 要不就我带敬拜 如果是别人带敬拜的话 我可能要有别的福祉 所以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期的恩典 那很感谢神今天也让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次我来站在这个会堂 我记得在2017年 我们刚从台湾的一家神学院毕业了以后 我们准备要进入工厂的时候 我们来到美国不同的教会来分享 分享我们将要进入的工厂还有施工 当时有一个晚上我们是来到火水教会的晚上的一个祷告会当中来做见证 那时候还很green 就是刚出来服侍 不过弟兄姐妹 牧者对我们都非常接纳 一直这样子支持我们 今天我们是在工厂第七年的施奉 我们原本 对不起 我们原本是在三年前左右 其实我们应该来述职的 因为我们宣教是一般到第三年或第四年会来述职一次 那我们知道因为那几年都是在疫情当中嘛 所以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但是今天很感恩神带领我们可以第七年来到美国这样子 在支持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分享 分享神在南非 祂给我们的托付 还有神的旨意 还有神的恩典在其中 也让我们知道真的有很多时候啊 很多事情是我们人都在我们的计划计外的 就像我们书籍也是一样 那我们一家刚才张牧师有介绍过 就是我们一家室口在南非 Pittoria那个行政首都 这个Pittoria城市来服事 做怀恩宣教的事工 我自己也是在年轻的时候 跟着我父母亲去到南非的 我很感恩就是我在这个城市 不像在美国 美国我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很丰富的资源 很多的华人教会 但是在我刚去南非的时候啊 在1993年我们一家都没有找到华人教会在周围的 在我整个那个城市里面都没有一间华人教会 甚至在南非今天 华人教会的数字也不过是在时间左右 而且牧者各方面都很缺乏 在南非有差不多30万的华人 但是可以传福音给他们 可以牧养当中信徒的牧者都非常的缺乏 但是我很感恩 因为我在的地方刚好是当初CIM在那里 有一位宣教是远从美国 那位碧玉树牧师 他一家人从美国听到南非华人的需要 他们一家人去到南非来宣教建立教会 而且他自己也在他建立教会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就被主接走了 真的就摆上这个生命 而感谢神的是这个教会没有到 因着很多很多的宣教士牧者 他们也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 他们去到南非 哪怕是三个月半年能够去多久 他们都愿意这样子去支援这个教会 以及我也从小可以在一个教会长大 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成长来服侍 所以今天我也 主耶稣曾经说的一段经文 也是我非常感动 也是有一个提醒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这个经文 就说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长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这节经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 包括这一段的经文都应该我们都很熟悉 是不是 趁着白日我们要做主的工 这里很重要的是 后面会提到黑夜长到 我们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 我们被神的话语提醒 就是说我们做主的工 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 不是永远在的 而且我们要因着我们可以做主的工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当我们像刚才西班的弟兄姐妹 或者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的 或者在平时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 我们服侍的时候 当然有的时候服侍是很忙 也会有压力 也需要花时间各样 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觉很感恩 我可以在这里服侍呢 你知道不久之前 就好像是去年吧 在南非 中国的国家领导去南非访问 我有一个福音朋友 他是在南非的一个桥界的一个领袖 他就打给我说 他说高科好消息 什么呢 我什么好消息 他说 我们国家主席要来南非访问了 我有几个位置 可以去迎接他去 全程就是好像在旁边这样子 耍旗 就拉旗旗 甩旗这样子 因为都不是 手卫生严 不是谁都可以去 都是经过人介绍 他说我有几个位置 我预理一个这样子 我说谢谢了 这些事情别来 我就很客气了 当然 我说不用 机会难得这样子 哇 他们很高兴 很荣耀这样子 去做这个事情 最后的丑炉 也不够一百块人民币 但是他们觉得很开心 但是 我在想 我们能够服侍神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这个伟大的君王 真的 这位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服侍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种感恩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今天能够服侍 我们 无论我们的恩气 我们的生命 其实一切都是神所欺的 不是吗 我们知道 所以当然我们有没有 为这样子来感恩 在我年轻的时候 在南非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 很多年前 在我一起的经历当中 真的让我感觉 我的生命真的是神所欺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 圣经也不断地重复提醒我们 但是那一刻 真的让我感觉 我的生命是神 让我可以在这个地上 去为祂来做工 就在我二十二三岁 差不多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刚刚出来工作不久 我还住在我的父母亲家里面 一起住 有一天的早晨 就有六个黑人 我曾经分享过这个见证在七年前 不过也再讲一切 突然间有六个黑人 在我们还没睡醒的时候 走进我们的家里面 都拿着枪打劫我们 你知道在南非这个事情 在华人的圈子当中 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也常常看到新闻 如果特别做生意的 家里的被人抢劫 几乎都会遇过 这我没想到 我自己也会遇到而已 直到我那天发生 那一天他们进来以后 把我跟我父母亲 还有我挟持住以后 把家里洗劫了以后 他最后 他要把我们拉出去旁边 要把我们杀了 那个时候 真的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 然后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反应 他最后把我们拉出去 把枪口对准我们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 几人在主里面祷告 主啊 真的接受我的灵魂 好像洗涕犯这样子 虽然我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基督徒 但是很感谢神 虽然我那时候 祷告完以后 心里平安 也跟人说 主啊 我ready了 但是神说 他不ready 在那个时候 神就这样 还没开枪之前 那几秒钟 那个贼的手机 突然间响了 他们听到那个手机 就很紧张 立刻就把我们推到一边以后 他们立刻就走了 这样子 我很感谢神 就是这样拯救我了 但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也感觉到 原来我的生命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一种 真的可以随时都失去 在南非我也有很多的认识的 无论是朋友 或者弟兄姐妹 真的被人抢劫 或者交通意外 各种各样伤心生命的 多的是 很多很多这样子发生提醒我们 但是真的神给我这样子一个提醒 就是说 我的生命真的属他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我可以工作 慢慢成立我的家庭 神也赐福给我 让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 让我们当时的家 也可以接待一下 宣教师短宣队等等 我都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谢神 让我有这样子服侍的机会 直到有一次 我那个时候已经觉得 感谢神 我都觉得很好 这样做一个基督徒 又生命生活又蒙福 然后又可以这样子 侍奉神 回应神 我觉得这样一辈子就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最好的一个人生 直到有一期 神向我呼召的时候 在一个聚会的当中 当时有那位牧者在对我们说 让我们看看南非 这里的属灵的需要 很多地方没有牧者 神很需要有人起来去接续这个邦记 这里的教会 这里的福音 这些类似还没信主 但很多需要去传 领他们得救认识神 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 圣灵就好像亲戚跟我说 高克里要起来 你要起来服侍 在那个时候 我非常清楚 神对我的呼召 但是我那一刻 神真的挑战我了 虽然我过去觉得 我都很愿意服侍 我这样服侍很好 这每个礼拜来参加聚会 然后能做什么 我都尽力去做 这样就够了 但是神说这样不够的 神要我再往前一步 要起来 全聚来服侍他 来在南非这个地方 来跟随神做主的功 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 我完全不敢回应神 神经我跟神祷告说 求你呼召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吧 对啊 他们比我更加的适合 而且我隔壁刚好有一个弟兄 他看我一眼 我会看他一眼 也许神也在呼召他 但是我还跟神说 他还没结婚 我刚刚儿子才一岁不到 我的家庭还要 失业还都还要 有计划没完成 求神请别人 真的吗 这样子 真的会很挣扎 有很多时候 神让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 真的 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焦点 往往会放在别的地方 照常今天的经文里面 当门徒跟耶稣 一起走出圣殿了以后 他们遇到有一个 生来就是瞎眼的一个人 这个经文我想 我们都记得 然后那个门徒看到的是什么 门徒他看到的是苦跟罪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惨呢 为什么会是谁犯了罪了等等 很多好像很属灵的神学议题 是不是 但是耶稣 或者我们的天父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一个活在黑暗当中的人 一个没有盼望 从来没有见过光明的人 一个需要帮助 需要被拯救的人 在他们面前 当然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当一个苦罪的一个研究 或者一个思想 但是当门徒跟耶稣在面前 那个是一个真人 一个真正的情况的时候 我相信神要我们所做的 那个焦点是 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 接起来荣耀神 接起来让神的几亿 能够成就在这个人 或者这件事情当中 所以耶稣对门徒的回应 我相信并不是一个 真的在那种神学讨论当中 而是耶稣一口地否决 他们的那个当时候的 那个想法其实是错的 要想到的是 要在这个人身上 怎样彰显神的荣耀 怎样把这个人 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下一步就说了这句 趁着白于我们是要做神 才我们来所要做的功 所以当那个 有时候当神把那个 施奉的机会 把一件事情放在 我们的眼前的时候 就好像我被神呼召的时候 我自己的眼光 都没有放在 神要我所做的事情上 我想到的是 我的孩子还小 我家庭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处理 我自己的性格 我的生命不成熟 我很害羞 我不敢 我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那一刻 我真的忽略了 神要我做的 神要我看到的 我心里面好多的挣扎 不过很感谢神 就是带领我 我经过一年的时间 我才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不断地在我心里面提醒 也透过我身边的人 一些的事情 让我看到 其实我有什么 不是神所吃的呢 我怎么可以因着 神去给我的恩典 而害怕接受 神给我的使命呢 最后我还是很胆怯 但是感谢神 最后我 还是跟神鼓励我 给我们勇气 我跟我的太太 还是最后愿意 顺服神的旨意 让我们去念完神学院 回到南非那里 来接续这个 华恩宣教的这个施工 让我们真的看到 那里的需要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为主做工 一个好的机会 不见得一定是 什么都很ready 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包括在过去这个疫情 我们大家都经历的 这个几年的疫情的当中 我现在回想 其实在这那几年 反而是我们在南非 我们的施工上 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去服务 然后去接触 那些福音朋友 更多机会 一些以前没有 以后可能也没有的机会 去传福音的机会 在疫情当中 我们在南非比较落后 很多方面 在这个疫情当中 就是真的要我们 更多的机会 接触那些福音朋友 来帮助他们 甚至他们主动来找我们 在南非 大部分那些华人 都英文都不好的 他们很多都是 可能教育程度都比较低 他们生活一些小事 都需要人去帮忙 那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最多的 接触福音朋友的机会 就是带他们去 看医生 去做检测 去打疫苗 很多很多这些 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不敢接触 让我们 有这样的机会 更多的去 服务 去接触他们 建立关系 并且传福音给他们 真的很感恩 当中 当我们这样 愿意做的时候 神也让我们 可以经历到 祂奇妙的作为 有时候 我们会怕 我们没这个能力做 但是其实 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 神也会在背后 做更大的功 特别有一个 让我非常深刻的 一个当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 在 在我所住的城市里面 那个Pittoria 有很多的 早期移民过去的 香港人 他们 很多其实都是 信佛 各种各样的宗教 等等 基督徒 不多 但很感谢神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有一对的夫妇 他们原本 都打算要回流 就是回去香港了 他们准备卖他房子 他的女儿 都已经在国外工作 他们两夫妻 留在南非 因为疫情 不能回去 就卡在那里 而他的丈夫 保险就退了 然后准备走了 就退了保险 然后得了新冠 非常的严重 要加户 花了很多的钱 那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太太 在照顾里面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直到他丈夫好了以后 他的太太 这个忧郁症发作了 过去 那种压力 就完全失控了 那个时候 他们夫妻非常困难 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而且太太身体又不舒服 需要人去帮助 去看医生 还有胆 刚好有一个胆的手术要做 所以他原本是佛堂的人 但是因为他丈夫 刚刚得了新冠 好了不久 大家都不敢去接触他们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找到我们了 你知道 透过朋友的联系 他说 请问我 可不可以带他去看医生 他需要去看医生 需要去安排做手术 很感谢主 因为在他们找我之前 一个月多左右 我也得了新冠 那个时候没有疫苗 那我就抗体了 所以我就很平安的这样子 去带他们去 没问题 我说就带他去看医生 去他家看望这样子 而在陪伴他们的同时 就是看到这位太太 哇那种压力 终于有个人可以 愿意帮助她 愿意跟她说话 听她的困难的时候 我才发觉 她的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她找到一个 好像一个救生艇这样子 哇抓住的时候 她不断讲她的压力 她每天发给我们 那个WhatsApp那种信息 一条差不多一分钟 一发就发二三十条 哇我们听都听不完 两倍速度都不够快 但是我又不能不听 因为她那时候想自杀 我真的会怕她 等一下自杀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我没帮助过忧郁症的人 但是那个时候 这几人带她祷告 也让她去依靠上帝 依靠主耶稣 她也真的听 因为她没有办法了 他们夫妻很迫切地祷告 我们也会去她家 一起来查经这样子 我说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相信 神可以帮助到你 但是这很奇妙 你知道吗 我们这样子带他们 这样子过了几个月以后 差不多半年 我记得有一期 我在回应问她的时候 因为她已经在精神科 心理科都看过 都吃药什么的 我问她 你现在睡觉有没有好一点 因为我期盼的是 上帝帮助她可以 原本人睡一两个小时 变成可以睡过夜 那就认识赞美主 这样子 那一天她给我的回应是 没有 我还是睡两个小时一天 但是她感觉轻松了很多 她喜乐了很多 感谢神 神有时候做事情 不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 但是神一定会做事的 神不会什么都不做的 非常的感恩 虽然她状况那时候 没有好转 但是她生命改变 生命好转 而在后来那个疫情 一些处事都解除以后 他们可以回香港了 终于处理好的时候 她临走之前 我送他们去机场的时候 她特别跟我讲 高科很感谢神 神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被卡住 让我们可以信主 真的非常感恩 她在离开的时候 那种言语说不出来 我都非常感动 而更感动的是 当他们回去了以后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我今年出去香港 去探访他们的时候 因为我去香港 看望我的父母亲的时候 我也去他们的教会 跟他们一同的敬拜 她很开心看到我 同时她也拉着旁边 她的姐姐来到我面前 她说 她的姐姐跟我说 她说 传道 真的很感谢主 那个时候 她的妹妹和妹夫 在南非的时候 我们香港的人 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也去不了 他们也来不了 我们这什么都没办法 很感谢神 让教会 让弟兄姐妹 让我们可以帮助她 让他们真的可以 不只是身体得救 生命也得救 她这个姐姐 还有其他 他们一家 本来都是信佛的 他们都信了耶稣了 都在教会里面 我们真的感觉 感到神真的很奇妙 在这样子的 特别解决一些的困境 环境 让我们是更看到 让我们不要把焦点 放在那些难处 跟我们所担忧的事情上 要是我们要看到神 要我们在当中可以做什么 我相信这个是更重要的 而且我们南非 也让我们遇到很多的华人 其实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 都是信佛教 道教 或者其他的宗教 也真的 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在南非的时候 我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 我想一想 在过去这几年的 西风当中 在我们回去以后 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的里面 原来有很多原本 他们是信佛教的 有的是在耶和华建政 就是一个异端的里面 聚会的 但是神学很奇妙 把这些弟兄姐妹都从那里 拯救过来 信耶稣受死这样子 也提醒我们真的 趁着白日我们要做主的工 而且我们要赶紧地做 因为我们的仇敌 魔鬼撒旦 圣经说 他好像西面游行的一个 寻找可吞弃的 他是不挑食的 他什么人都要的 我们有时候传福音说 我比较适合做某某某某工作 是不是 我是做儿童私工 但是魔鬼撒旦是什么样都可以的 他不休息的 他也不害羞 他也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 他在任何时候 都有比我们真的在更多的机缘 在我们南非很多的耶和华建政人 我常常看到他们真的很用功 当然外国人都学中文 去中文学校传福音 几个几个每个礼拜 比我说真比我还勤快 每个礼拜在中文学校 设一个那个点 这样子跟人传福音 我们去的那个商城 他们也去 很努力的去 而且不及他们的 他们所谓的牧者去 他们普通弟兄姐妹 都很努力的去 传他们的那个教的 他们的那个机缘 各方面有什么都很丰富 我们的教会双对来说 在南非的教会 真的全部都非常的贫乏 但是感谢神 我们知道 我们胜过祂是靠圣灵的能力 靠神的大能 所以很感谢神 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想到 其实真的不容易 有这些弟兄姐妹 从耶和华建政人里面 从那些原本是 虔诚的佛教徒里面 归于耶稣 真的看到神的工作 但是需要我们去赶紧去做 因为周围我们在 我们的周围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需要我们去拯救的灵魂 在去年那个圣诞节 我们那边教会 有一个受死的礼拜 当中有两位受死的姐妹 她们在分享见证的时候 都讲到 她说她们两个 二十几年前来到南非 是在佛堂里面一起认识的 她们想不到 今天两个都一起信主了 现在在团庆里面一起 我听到都觉得 神真的很奇妙 很爱每一个人 无论他们有二十几年 三十年 他们家人为他祷告 都甚至放弃了 神从来不放弃 神还是最终拯救他们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真的在那边 我们的机缘其实很少 服侍的人也很少 但是我相信神也真的 求神继续使用我们 帮助我们 可以拯救更多的灵魂 这个照片里面 有一个很小的 我女儿旁边的一个孩子 她虽然长得很矮 但是她也十二三岁了 我觉得神也很奇妙 你知道我们教会 儿童主义学 大概就七八个孩子 现在有时候多 有时候少 现在大概有七八个 里面有四个孩子 是父母亲都不信主的 信佛的 但很起妙 神愿意上午 让他们来教会 下午带他们去佛堂 他们 我真的不明白 我请她的父母来教会 她说不要不要 但是她也愿意来 我就非常感恩 所以我们真的 我相信神也要透过这些孩子 有一天要把福音传到她家里 特别这个孩子 就是叫俊琪的 她一两年 一年多钱 我们送给她一本圣经 英文圣经 也鼓励其他孩子 每天都要读圣经 这样子 她真的很认真地读 她家里面那个奶奶 是佛教徒 都不喜欢她在家里面读圣经 她就关起门 每天晚上读一点点 读一点点 然后她跟我们说 她说 我觉得我是基督徒 我是信耶稣的 她说我要受死 所以 她现在已经十二岁了 所以今年我们回去以后 我也想带她上课 带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 因为要她父母亲家庭不反对 所以真的有很多时候 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 神会做那比我们想象以外的 一个奇妙的工作 所以在南非 我们传福音的方式 也非常的简单 没有什么很奇妙的 特别的那些 的那些 program 各方面的 我们就是一家一家 这样子去商城 去探访 能够接触 能够帮助的 我们就去帮助 建立关系 去传福音给他们 有的时候 我们也带着弟兄姐妹去探访 去向他们传福音 也透过各种的西空 为的就是 尽我们的能力去接触他们 把他们带进教会 也鼓励弟兄姐妹去 带人去教会 即便他们不会讲 整个福音的讲解等等的 而最后 我们真的也看到 当我们这样愿意做的时候 神就做 超乎我们想象的工作 在去年的中秋节 我们教会办一个福音主日 我们请弟兄姐妹 努力的邀请 你不用害怕 大家都真的就听了很努力的 然后我们教会 大概现在是40多元左右 那一天来的福音朋友 有90位 90位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七八十位记错了 但是真的 我们都没有想象到 当然他们没有多留在教会 但是我觉得 我们愿意做的时候 神真的 我们把握机会 我们把握机会 去抢救神的灵魂的时候 神一定会做那奇妙的工作 在两天前 刚来到基加哥 有牧师带我去 参观那个 Billy Graham的纪念馆 里面讲到 美国的福音的历史的发展 其中有一点 有一个部分 真的让我很深刻的 就是说 在南北战争的时候 双方两军当中 都有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人 归信耶稣 就是为生耶稣 两边都有 为什么 我相信是因为当中 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仍然有一些 抓紧机会为主做工的 基督徒的牧者 在当中 他没有把焦点 放在那个环境 所发生的事情而已 而是他看到神 要他们做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是 身处在一个 非常熄烈的 这个世代当中 是不是 我们的生活 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有充满着各样的艰难难处 我们也会有遇到 永远解决不完的 那些问题 但我相信上帝 要我们的眼光 不只要放在 这些的事情上 包括我们当中 如果还有 没信主的朋友 我相信神 有时候真的 要帮助我们 不是让我们 问题都解决了 才接受耶稣 而且当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的生命改变 我的问题也可以改变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逢弟兄弟兄一样 所以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可看到的 是神放在我们眼前的需要 是什么 还有看到神 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并且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是什么 让我们可以勇敢去回应 专注在神的旨意当中 也希望弟兄姐妹 继续为我们南非的施工 需要来祷告 唯有神的能力 才能完成 这些的事情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 那差我来者的工 我们必须 必须 我们没得选择 我们一起来低头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真的 用你宝贵的爱子耶稣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可以出黑暗 入光明 我们更相信 主要你拯救我们 不是单单得救而已 而是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继续为主发光 被主来使用 显出神的荣耀来 求神带领我们 真的让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看到主里给我们宝贵的旨意 也使用我们 无论放在我们什么样的处境当中 都看到 主要我们来为你做工 就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来成就神的旨意 求神鼓励我们 加添我们力量 一切拦住我们的信心 拦住我们的决心的 求圣灵都来挪去 以求我们可以顺服基督 来跟随耶稣 谢谢主 愿意让我们弟兄姐妹 在里面前这样子的敬拜和祷告 求圣灵在我们里面 引领我们 使用我们 也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求阿们 谢谢大家